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亚洲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巴基斯坦比路之省最近发生的血腥袭击事件 这些事件造成了至少31人丧生,并且展现了叛乱分子越来越大胆的行为 袭击者不仅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并枪杀无辜者 还对安全部队发动了猛烈攻击,甚至摧毁了基础设施 这些可怕的事件发生在巴基斯坦当局报告了多起致命交通事故之后 显示出该地区持续的暴力很不安 虽然政府声称已经基本平息了叛乱 但事实上,暴力事件依然频繁 比路之省的安全局是越加恶化 我们将分析这些袭击背后的原因 包括分裂组织的活动,中央政府的压制及其对当地人民的影响 这些事件不仅挑战了巴基斯坦的安全 也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打击 让我们一起深入挖掘这个复杂的局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巴基斯坦西南部的比路之省在周一经历了一个血腥而动荡的日子 据CBS News报道,袭击从早晨开始 至少23名乘客在穆萨哈伊尔区被枪手从巴士和卡车上拖出 一一确认身份后遭到枪杀 袭击者在逃跑前还烧毁了至少10辆车辆 这一天,该地区的暴力事件并未止步于此 卡拉特区的枪手也毫不留情地夺去了至少9人的生命 其中包括4名警察和5名无辜路人 此外,叛乱分子还在柏兰破坏了一条铁路轨道 并袭击了马斯通的一个警察局和瓜达尔的多辆车 这些袭击事件让比鲁之省陷入了极度恐慌和混乱 尽管没有报告更多的伤亡 但无疑加剧了该地区的动荡局势 这些袭击发生在巴基斯坦当局报告两起严重巴士事故后不久 事故共造成至少3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第一起事故发生在比鲁之省一条高速公路上 一辆载有从伊拉克经伊朗返回的什叶派穆斯林朝圣者的巴士坠入山谷 第二起事故则发生在庞哲普省 警方并未将这些致命事故与犯罪活动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些悲剧无疑给已经饱受暴力 很不安困扰的比鲁之省增加了更多阴霾 比鲁之省长期以来一直是分裂主义叛乱的温床 各种分裂组织主要针对安全部队发动袭击 要求从伊斯兰堡中央政府独立 尽管巴基斯坦官方宣称已经平息了这些叛乱 但暴力事件依然频繁发生 The Toronto Star报道指出 这次穆萨哈伊尔的袭击发生在被取缔的比鲁之解放军 Blaa警告人们远离高速公路后不久 而此后并没有任何组织立即声称对这些杀戮负责 Blaa在其声明中仅表示袭击中对安全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巴基斯坦军方和政府没有立即对此回应 该组织经常夸大部队的伤亡数据 这些暴力事件并非首次发生 今年5月 瓜达尔港口城市发生枪杀事件 7名理发师被枪手无情地夺去生命 4月 分裂分子在比鲁之省的一条高速公路上 从一辆巴士上绑架9人并将其杀害 还迫使另一辆车停下后 杀害了两人并打伤了6人 这些残酷的袭击事件均由布莱声称负责 内政部长莫星纳克维谴责责了这些袭击 并指出比鲁之省的安全部队对最新袭击做出了回应 击毙了12名叛乱分子 他强调 当局将在完成调查后揭示幕后黑手 并警告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在国内无处可藏 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 阿里扎尔达里 总理谢赫巴兹 谢里夫和内政部长 纳克维在不同声明中称 穆萨哈伊尔的袭击野蛮 誓言那些幕后黑手将无法逃脱正义 然而 这些声明和承诺并未能立即安抚民众的恐慌情绪 伊斯兰堡的安全分析师赛伊德 穆罕默德 阿里对美联社表示 这些非比鲁之人杀戮事件反映了分裂分子 试图在经济上损害该省的行为 他指出 这些袭击旨在阻止外来者在该省工作 生活和投资 从而削弱比鲁之省的经济活动 进而削弱整个巴基斯坦 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动荡关系 也加剧了该地区的动乱 两国共享一条900公里的边界 这里基本上是无法无天的地带 走私者和战事自由出入 两国政府对边境的叛乱活动深感不满 怀疑对方支持 或至少容忍 边境另一侧活动的一些组织 大规模的中国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 如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 也在引发动荡 分裂分子指责联邦政府不公平地 剥削该省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 损害当地人的利益 这些袭击事件展示了比鲁之解放军 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行动能力 分析师汉表示 布拉在不同地区动员战士的能力越来越强 其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当局估计布拉拥有约3000名战士 这次袭击的时机是试图破坏巴基斯坦 将该省呈现为国际投资安全的的努力 总体来说 比鲁之省的局势仍然错综复杂 无论是内部的分裂主义叛乱 外部的边境冲突 还是经济上的削弱 这些都使该地区成为一个充满挑战 很不确定性的地方 这些袭击事件不仅揭示了 该地区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也提醒我们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合作 尽管如此 比鲁之省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 和平与稳定似乎依然遥不可及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这次袭击事件再次证明了几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首先 比鲁之省的叛乱分子根本不关心人命 这种无差别的杀戮行为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 其次 巴基斯坦政府需要更加严格的加强安全措施和情报收集 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楚天书 我觉得你这种说法有点天真了吧 你以为多派几个警察就能解决问题 比鲁之省的问题根本不是简单的治安问题 而是涉及到长期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不公 如果中央政府不解决这些根本问题 派再多的军队也是白搭 奇奇 你这话说的也不全对 是的 比鲁之省的问题涉及到长期的政治和经济不公 但这不是叛乱分子滥杀无辜的理由 看看历史上的例子 像罗马帝国 他们面对叛乱绝不手软 结果怎么样 还不是保持了几百年的稳定和繁荣 楚天书 你拿罗马帝国来比 真是太搞笑了 你知道罗马帝国最后是怎么灭亡的吗 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于依赖武力镇压 忽视了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压力 你这样的思路只能把巴基斯坦推向更深的泥潭 奇奇 说到这儿 我还是地强调一下 现实中的安全措施和情报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你看看 以色列虽然面临着周边国家的巨大压力 但他们通过高效的安全机制和情报系统 成功防范了很多恐怖袭击 我们不能因为有矛盾 就完全忽视安全问题吧 楚天书 说得好像巴基斯坦也能像以色列一样 四面楚歌还能活得滋润似的 拜托巴基斯坦的经济状况哪有这个条件 再说 以色列的成功也不是单靠武力 而是因为他们内部相对稳定 政府有效运作 你要是把这些矛盾解决了 再来谈安全吧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